对木子 这个冯亚兰和木子呢 都是报了冷门的 木子呢是赢了李小霞 晋级到四强 冯亚兰呢是赢了 战胜了这个 中国最优秀的年轻的小将 朱宇玲 晋级到四强 我们请 陈振江指导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两个运动员的 交手的一个特点和争夺点 这个二维队员呢 是属于在国家的 也是中间力量 木子和冯亚兰的年龄相仿 一个是生交大法 木子呢是来自八一 冯亚兰呢是来自于湖北 冯亚兰呢 两个人的特点呢 都是灵巧力量 都是有点女子男性化的代表 特别是冯亚兰 但是木子呢 也有这个 从生交讲 也是非常灵活 他们俩的比赛呢 我想如果是 也是一场非常精彩漂亮的比赛 跟我昨天 他们俩取胜的对手 也可见 他们俩的实力不一般 刚才我看到这个画面 给到李笋教练 金牌教练 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感觉到李指啊 肯定对这个比赛啊 不是太满意 特别是对 一是小霞输了 然后小霞输了 输木子 这个大满贯得主 是李指的队员 二 也是他最关心 现在对他来讲 最重要的一个队员 就朱雨凌 输给了冯亚兰 我觉得这场比赛 是李指肯定 肯定是 非常在意的一场比赛 因为李指呢 在李笋教练 在朱雨凌身上 也花费了很多的心思 在一个 昨天那场比赛 我都看了 那目前呢 中国平凡球队的教练 班子又进行了一些调整 包括像女队的 二队员来主教练 颜森 颜森现在调到了 国家女一队当教练 刚才也听 陈人导说了一下 现在可能也分管 朱雨凌 当然更多的 我想这个李笋教练 还是会对这个 爱将啊 还是会有一些指点 刚才 刚才那个杨颜森说了 现在我们平凡店 今年正好是竞聘 我们二队也有 也有颜森的比赛 二队当主角练 这次竞聘到一队 也随着一队去一道 镇江参加比赛 但是我们二队又来了 两个新疆的 一个主角是黄海成 他是来自广东的 另外有一个叫 朱文涛 他是来自湖北 据说这个教练竞聘 这个会啊 数职 非常的精彩 很多教练都说了一些 很感人的故事 我真的很后悔 没有到现场去 因为我知道的时候 已经晚了 已经在进行了 所以也是这个教练的 这些肺腑之言 或者是 真是多年积累的 一些执教的一些感受 而且呢 当时我想会有 文字的方面的记者啊 或者是整理啊 这方面的资料 还是希望能够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这两位选手呢 非常简单 他们俩特点呢 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都是正手好 都是以正手强攻为主 特别是这个冯亚男 反手稍微弱一点 木子呢 正手呢 他也是运用的比较多 木子反手的这个生交 他的这个相吃球和实力 还是在比赛当中 比较有威胁的 哎呀机会 人呢还没站稳 有点飘了 俩人都拼命的测身 你看 昨天的下午那场球 就是冯亚兰和朱雨林球 我真是仔细的看了 因为是我的同事蔡猛的班 我再看一下他这个比赛情况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小将朱雨林的这个 打的有点缩手缩脚 非常的保守 打的这个球质量下降 被这个冯亚兰啊 就给冲的到最后没办法了 就是搏杀的没有什么办法 其实这也就是说 像小将朱雨林 把这种问题暴露出来 如果说有一些 比你水平稍微弱一点 或者名气没你大的 是冲击你的时候 你能不能顶得住 能不能在心态上放开 是吧摆正位置 不要把位置自己放在主力啊 或者世界冠军啊 这样一个角色上面 那就自己给自己绑架了 木子的球呢 在灵巧性更好一些 反手的弹击 5比8 我想可能双方在这个 反手相指这个环节上 木子应该有优势 对 8比6 非常巧妙 木子的反手弹击直线 说起木子啊 就是老让我感觉到特别可惜 好记得好几次 这个直通的比赛 他真的是差一点点 擦肩而过 距离这个世界冠军啊 只是这个真的是 一半步之遥吧 我觉得 好几次 就是最后一场决赛的时候 眼看着要 要进团体阵容了 只要进 团体阵容 你基本上就是 世界冠军的希望就比较大了 但是就是差那么一点 也不怪他有一次是和刘诗文 去年是和刘诗文 8比9 和刘诗文 刘诗文打得真好 你这没办法 你前面拼的 打的再 发挥再出色 到了最后一下子的时候 蒙住了 没办法 所以 差一点点运气 去电视频 来 这 不是 的 让我 这把木子的反手上手很快 生交只能一个小提拉 小快拉 过渡一下 但这个球旋转不强 有点飘 关键时候还是起作用 从那第一句来看 就跟刚才一样有介绍 其实木子4比8领先 从技术 从当时产的那种气氛和球 它都压着风向来 两人都在拼命侧上 但是它发生了压着路 风向来 当领先了以后 风向来追了几个 声愣了几个 追上几个 但还好 今天这个木子确实顶住了 我当时就想看 那酒瓶 都是两个起吧 反正就是赶起了 以往它这时候 它就远远 差了一点 它特别是它这种声要打 颗粒打 对 反面是吧 但是今天它顶住了 这是木子的进步 我觉得这句话 木子就这么大 它的胜利 刚才您说两个人有风格特别相似 就是全都抢正手 但是反手相识是不可避免的 在女子的比赛当中 因为女子的比赛 她的自身的这种身体机能 不像男的 男的当然现在也是反手的力量 反手的杀伤力也很强 但是女子呢 她有这种传统 就是说她的这个 对反手的要求 反手的作用 反手的比例都是很大 所以一旦对反手 这反手是不可避免 所以木子呢 她有一定的优势 就是反手她的声交 弹机 那球速度比较快 有点下沉 木子呢 是来自八一队 冯亚兰呢 是来自湖北 湖北 好球 二比 冯亚兰呢 这个特点呢 她原来就是 有点像男孩子 这种风格 那她这把球 拉得很 质量很高 很穿 一比三 冯亚兰这局开始 就是我就发长球 你发到你 生交这边 你没有选 你拖我测试 就抽你 所以颗粒打法呢 它一个要求 技术的这种过硬 扎实 稳定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心理素质 心理要强大 对 心理要强大 是不是具备这种 打声交 正交的 这样打法的一种 特征 特征 四比三 这个冯子 冯亚兰的正手 是真过硬 别有机会 一球 还没丢球 到 木子还真是有信念 就压住反手 反正现在就看两个人 谁病得住 就是这个球 我发球发长的 木子发球发短的 我行着带行远 可看谁病得住 五比赛 是一秒鐘 是一秒鐘 5比6 你看木子打球啊 还是很有智慧的 也很灵气 对 比较灵气 他都是能够想在前面 打在前面 方亚兰就是要解决 反手相持这个环节 你要拼实力拼不过 那你就拼变化 轻的重的加强一些 加强旋转 这种球他顶不住 而且生姚特喜欢打这种球 你越发力我越顶 我越能借力发力 你不发力吧 我压着你 你发力吧 正好到我枪口上 所以老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冯亚兰现在 他这个问题又 不行直接变到 就变到木子的正手去 木子正手也挺凶的 他就说现在怎么转化 不是 冯亚兰要怎么转化 要自己要用正手先上手 是 从发球上 再停成这种情况 6比7 就比起 表冰棒 8比10 翻篮又是5比9落后自己发球上手两分 打到8比9一季位前面冲到 看看冯亚兰这两分球是不是还能坚持用正手来进攻得分 这球不就不好 只要一起来站稳了打箱子 他就对不过木子心里就发虚 木子现在2比0领先 我们还是请陈振江指导跟我们分析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看下来打了第二局 这两局都是木子的主度于冯亚兰 特别是反手相持的时候 这个冯亚兰的旋转不够 接发球的时候呢 又是比较死 主要是木子发的正手短的为主 然后转换为上圈 然后进行杀手 如果在下一局冯亚兰一定要解决 在他正手为这个球 不是拧拉起 拧起来 要不就直接送给木子长的 然后进行防守一把 自己发球这个转要不就直接是上圈 要不就扳住他 等他拉起来以后一定要反了 一定要多用正手 这样才能给木子造成一定的威胁 我记得他们队员经常在私下开玩笑讲 你看冯亚兰 冯亚兰这个球 一看就反手是真的是假的 正手是真的 反手是真的是假的 所以他这个优缺点啊 就有点太明显 好球 正手反拉回头 冯亚兰的教练呢 是陈斌指导 陈斌指导和冯亚兰呢 也是老乡啊 也是湖北 也是湖北的 呃 陈斌指导也是丁宁的主管教练 对啊 也带了丁宁很多年了 一票 就这个正手发球 这个冯亚兰 哎 要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丁宁来争苏州市平赛的单打资格 你看 他这个反手就不能对 你只要一和这个木子相持 发力也不是 不发力也不是 发力 郑重别人下怀 不发力 又没路可走 那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就就避免相持 直接变到木子正手 输也输在对方正手 你得想明白这个事儿 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冯亚兰呢厂商的应变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因为他这个反手呢有挺明显的漏洞 所以他 技战术变化就不是很多 对 技战术 厂商的应变 这个能力 技战术的贯彻 包括意识 对 还是慢了一些 看看现在下面就是在暂停之后的一个转变 那您时间到 那冯亚兰呢昨天是赢了朱玉玲 朱玉玲的球呢就偏稳偏软 他可能全这个正手的全力强攻啊 就能把他攻破了 或者朱玉玲心态啊在打的位手位脚 就有可能这个比赛就输掉了 但是木子不一样 木子这个反手呢 他升脚 他是必须在台前以快速的连续的压 连续的弹击 所以这条线上 冯亚兰是没走通 那么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冯亚兰呢 在场上遇到他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我就是不变 我不相信对不过去我就深给你磕反手 这是一种消极的较劲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拼命测身 相持反手的时候我最积极的是寻找变化 反手你或者用节奏轻重旋转 看看能不能使对方有所松动 有所这个失误 您反正想办法是吧 现在光看的 其实冯亚兰就是强行的加厉了 不管有位置没位置 到反而就加厉 其实就是这样的 是不如你 那么多小伙子 这种东西的影响 也很喜欢 这种东西的影响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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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手相持 我想冯亚兰还是需要有一些技巧 一是生交在台前靠速度的人 他怕什么呢 怕底线球 你把这个球造的弧线长长的 给它往白线上滚 不需要旋转有多强 但是一定压到底线 让对方别趴在球台上 骑在球台上打你 压你 弹劲你 你这个就是 已经是有变化有进步 你如果全在对方的胸前位 当当当当 一板笔板快 一板笔板弹 你看这种球 这都你怎么压的 你看这种球 反过来木子还兴起来了 对木子就是说 他即使冯亚兰能够侧身拉两下的话 这球出白质量 对方多快呀反手 所以原因还在前面 需要摆脱就是木子在胸前位 反手的连续弹击 从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冯亚兰 他还是技术上有一种有一些漏洞 对 我们说这个技术全面 这个没有明显漏洞 对吧 他这个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反手 现在来讲木子 现在打的就游刃有余 不管跟你对 我还是侧身 他都比较定 所以他们命中率和质量都比较高 都显得全面了 对 他的就正手态能给你拉两下 对 反手我就压着你 如果找到你的反手的突破口了 对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 就是木子 很多次离市井赛的团体阵容 擦肩而过一步之遥 但是我想十年摩一剑 只要他坚持 我认为还是有希望 因为他还是在乒乓球这个项目上来讲 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的优点和天赋的 他变化很快 场上的这种心理素质 或者是灵活性 都比较好 我们看看现在冯亚兰已经大比分落后了 能不能在最后的时刻出现转机 还是出在反手的问题 死穴 对 这比赛就是这样 这个 来回的这种相互的制约 斗智 斗勇 但一旦找到你这个死穴 对 找到死穴了 那你就没有 你就从头到尾 拽在这个地方 你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那就只有全军全部崩溃 这样木子呢就顺利的晋级到了决赛 木子将会和丁宁来争夺这张苏州士兵赛女子单打的门票 第一张参资资格呢 苏州士兵赛是刘诗文先获得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由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比赛 稍后见